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以卫生部他们的这个的报告 他们发现有一些的确诊者呢 以这个的交赖的之前的交赖的那一个的 确诊的一个的群体呢他们有关联 所以在这边呢牧师要跟你们来做两项的一个报告 所以第一 因着我们的行动管制令延长到六月九号 所以我们这个网上的聚会呢 也会继续的直到我们六月围 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忘记 让我们一同的来在网上来一同的聚会来敬拜神 第二呢是一个非常拨切的 就是要呼吁弟兄姐妹在这个的时刻 我们要同心的一同的为教会 围着我们半三八的这一些的居民 也特别的在当中呢有许多不同的一些的种族 有许多的做这一些的流离世所的老人家 流浪汉一些的外老 所以甚至有一些是我们有爱机会的这些的老人家 还有就是缅甸的主内的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要在这个的时刻来疲齿的同心 一同的祷告守望 我们祈求主保守做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社区 使到这个的疫情呢不至于一直的扩散 到了一个不能够控制的做这个的局面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政府我们的警方 他们有聪明智慧做在自行做这个的管制 就要透过他们的备合 使到我们能够尽快的脱离我们现在的 这个的疫情的一个的情况 所以兄姐妹不要忘记了 在这个时刻最勃切的就是要祷告来寻求神 神仍然掌管着我们的教会 包括神为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的所有的这些的服事 让我们祷告主 让我们尽快的能够回到教会 让我们一同的来敬拜来赞美祂 兄姐妹记得要同心祷告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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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